酥脆炸鸡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 在淋上特制塔塔酱就是招牌菜南蛮炸鸡定食 这家位在日本大分县的炸鸡料理店 味观质朴 料理却不简单 超大块的金黄炸鸡起锅 泡入特制酱汁 淋上塔塔酱搭配解腻高丽菜丝 再撒上葱花 南蛮炸鸡定食主餐就大功告成 但还不止如此 这里白饭 酱料 鸡蛋 味道 汤全部都是吃到饱 可以无限续碗的味噌汤 由店家亲手熬制 每天的料都不一样 香菇 蔬菜 萝卜 炸豆腐 满满配料多到快满出锅子 店家用料实在让乘客们 每次来都一定要喝上几碗 不想吃炸的也没关系 因为除了南蛮炸鸡 让店内老涛念念不忘的 还有这个好味道 满满的鸡肉和青菜 在锅里翻炒至金黄 配上高丽菜 胡萝卜 小黄瓜等多种蔬菜 最后撒上碎花生提味 诱人色泽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淋满特制酱料的鸡排定食 超大一块肉汁紧致 一刀切开肉汁四溢 同样也是店内常客的首选之一 再打一颗鸡蛋淋在白饭上 加点酱油 日本国民美食生蛋拌饭 与各种鸡肉定食堪称绝配 如果吃不下超大份量 也可以单点炸鸡 这是奥迹家用的酱油 不过就算外带 店家也没在手软 装满整个纸袋 这样大大一包也才台币四十块 可以吃到饱的各种鸡肉定食 也都不超过台币两百块 清明价格用心的好味道 让这家小店成为附近居民的四方好店 东山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